精彩节目回顾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Peggy 您现在收听的是我们快乐电台 FM97.5 好的 接下来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 因为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 现代人其实对于性的观念是比较开放的 然后对于性自主啊 也是比较有自觉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针对广大民众 可能都非常感兴趣的 婚前试车这个话题 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 那今天特别邀请到 未婚女性的代表小薰 以及未婚男性的代表阿道 一起来到节目中 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哦 哈喽两位 嗨大家好 好的那首先我先lady first好了 先来问一下小薰 你自己认为婚前试车是必须的吗 那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个婚前试车指的是 性行为吗 还是指同居而已 我觉得应该说广泛的来讲 婚前的试车其实是可以包含 就是同居啊 当然性行为也是其中一个蛮大的区块的 对因为通常有些人会说 这种行为可能就是一种提前开礼物 想知道是不是真的适合对不对 OK那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是同居的话 婚前同居没有到反对啦 因为如果你们两个确定未来会走下去的话 这个就是提前试试你们两个未来会不会走得下去 交往是一回事 我觉得同居你们两个人的生活要去磨合 习惯要去磨合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然现在怎么会很多人结了婚之后 反而说我们性格不合 我们哪里不合 所以决定离婚 所以我觉得同居在现在的时代来讲 也是一个你可以去尝试的可能啦 那如果讲到是性行为的话 我觉得女生真的要多想想 因为毕竟这个事情对女生来讲是影响比较大的 那你如果确定你跟这个男生 未来他会是你的伴侣 你们要一起走下去 你已经非常确定这件事情了 那当然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你自己的决定 不过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啦 就是只要你女生没有确定说 我要跟这个人一起走下去的 如果你没有确定 你自己就是要跟这个男生走下去之前 你觉得性行为这件事情 可能还要再考量就对了 不是说考量 当然你要做也是可以 但是女生一定要做好自我保护啦 就比如说安全措施啊 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好 不然如果真的最后没有走下去 然后又有了孩子 当然不是说女生养孩子 就是单亲家庭妈妈养孩子 这件事情在对女生来讲非常伤 不是这么讲 是说以现在的社会来看 这些孩子还是会被歧视 讲难听点是这样 是我懂小薰的意思啊 你的意思其实是说 如果你把重心重点 是放在婚前事实的意义 如果我们是放在比如说婚前同居啊 真的已经决定可能要结婚前的那一步了 你觉得这一切就是很自然而然 甚至于应该要去做 去尝试看看 才会知道说 两个人是不是真的适合走入婚姻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只是单纯 我们婚前事实 只针对性行为 然后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看 女生个人的意愿 但最重要的是可能自我保护的机制 真的要做到做好 对不对 对 是好 这个就是我们女性啊 这个小薰的观点 那接着Peggy就来问一下 这男性的代表阿道 阿道你自己觉得 这个婚前试车是不是必须的 那有什么原因呢 我个人认为呢 你没有试过哪知道好不好 是 对这个非常的坦诚 没错 其实有些人就会觉得 如果我没有试过 我怎么知道两个人在 比如说性生活的契合度高不高 对不对 除了同居跟婚前试车 其实这个东西可以算是 你如果有了婚前 有了性行为 可以确保说 我们两个性向有没有相合 是 这个东西是男生嘛 就是大部分就是想说 哦 没试过哪知道好不好 会不会跟我走下去 这个东西还是后面的事情 是 可是如果婚前试车 试车觉得说个性上面 配合上面 然后都可以相契合的话 嗯 我会觉得就可以迈向下一步说 你要同居或结婚 因为结婚这档事 会牵扯到两家人非常多的原因 嗯哼 是 你如果婚前试车 合一 感情又不错 那你们可以 照我的任务 我就希望说哦 要嘛就结婚 要嘛就先同居 嗯哼 只是 如果要不要生小孩这档事呢 就是后面就是 两个人决议之后 嗯哼 考虑清楚 因为 嗯 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养个小孩 还是不 还是要花不少钱的 嗯 又要买房子 又要养小孩的话 一般像我们这种工作的人 都是没有办法赚到那么多的钱 所以一定是以买房子为主 然后后面才是小孩为主 可是如果意外的时候会发生 蹦出一个小孩的时候 会打乱很多很多的计划 是 所以其实 哎我发现 不管是小薰或者是阿道 大家都提到了 未婚生子这个区块 其实是现代人比较担心的一个部分 真的会担心说 擦枪走火之下 要是这不小心华育呢 确实小孩会造成比较多的困扰 是不是 我觉得啦 就就我自己的观点而言 小朋友的存在对 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 应该都是一个很 开心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 双方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 有了这个孩子 那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上 你没有把握可以让他 我不要说有很多好的生活 那至少不要 就是让他很痛苦很难过 那我都没办法预期 这些事情的发生 那最一开始我就觉得 就应该保护好 保护措施 保护措施做好 这样子 这点跟阿道的想法 其实也蛮像的 你也蛮担心会有意外 对不对 意外总是会发生的 是 所以其实 我觉得这一点 也是要提醒大家 然后真的是婚前试车 其实很多人的广义 或者是比较狭义的定义 可能会说是单纯的性行为 但广义的想法 婚前试车 也可以讲说是婚前类似同居的一些状况等等的 你要知道两个人到底能不能够在 比如说生活啊 或个性上面能够契合 那当然其实 刚才两个都有提到 其实你们基本上的答案是同意的 对不对 两个都是觉得说 婚前试车其实是OK的 而且甚至于是有必须的 对不对 是吧 没错 我没有说必须 但是我不反对 所以小讯是觉得也不一定要有试车这个阶段 就可以直接就是迈入婚姻了 性行为这一块 可以再考虑啦 就是要不要给这个人 或者是要跟这个人 有没有性行为 我们再看看 对 或者是 也不是说你来我就接受啊 是 可能是一段时间的感情的累积 就可能就时候到了 一切就顺其自然 那同居这一块 当然也不是说 我们一开始就同居 那我觉得也可以 也可以是一个渐进式的 比如说你来我这里住几天 我去你那里住几天 那渐渐的发展到 我们两个人的 我住你这里 你住我那里 我们的生活习惯都没有差很多 都没有冲突的情况下 那我们再来考虑同居这个问题 那如果在 你来我这里住几天 我去你那里住几天 我们就有很大的问题产生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 先考虑看看说 我们这一段关系 是不是要继续下去 是没有错 我觉得这等于是婚前 就有很多的事情要观察 其实佩奇之前 有访问过一个来宾 然后那个来宾我印象深刻 他说他认为不一定 一定要同居 或者试车等等的阶段 但是他其实觉得 可以透过比如说两个人出去 过夜的旅行的时候 去观察 因为其实你知道夫妻之间 小到连挤牙膏怎么挤 都可以吵架 这个是佩奇是过来人吗 已婚身份 真的 我跟你讲 夫妻真的是吵架 比如说你垃圾怎么丢 或者是你 比如说卫生纸怎么使用 连这种小事 真的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其实都可以吵架 所以才会说 其实佩奇认为婚前试测 或者婚前同居 其实不是什么坏事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如果说婚姻之前 没有婚姻身份 两个人就是感觉说 只是情感上面的问题了 但是要是一旦有了婚姻的状态 不只是你们两个的问题了 可能是包含了两个家庭 甚至于如果已经有了小孩 那还多了孩子的 比如说未来的 到底要跟爸爸跟妈妈 等等的问题 是更加复杂的 所以我觉得在婚前 能够把一些状况厘清楚 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佩奇认为 婚前试车 其实我是觉得OK的 那各方面来讲 女生通常传统的观念 会觉得女性 如果在婚前试车上面 好像比较吃亏一点点 人家就说 你女生 什么跟男生同居这样好吗 那刚好 可能有些长辈也会去 碎碎念这一块 那小薰你自己觉得呢 就是女生真的会比较吃亏吗 还是你觉得其实也不一定吃亏 那如果以小薰自己个人本身 你的长辈会是觉得OK 认同你这样子尝试 还是会阻止你的那种呢 我觉得以现在的社会来看 是 女朋友跟男朋友同居 其实已经不算是什么 我自己认为啦 已经不算是什么 需要什么进竹笼的事情 没有这么夸张了 但是你说 长辈会不会 阻止或否定 如果是我自己啦 我就会跟我的长辈讲说 要是真的 我们都没有试过这些事情 那就结婚了 要是之后再离婚 不是一样吗 对啊 如果我们之后再离婚 那当然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时代啦 女生离婚会被人家指手画脚 已经不是现在 因为台湾的离婚地域太高了 三分之一啊 虽然已经没有这样的情形 但是大家毕竟都还是希望能百年好合嘛 是的 那如果因为就是一些生活上的鸡毛蒜皮小事情 闹到离婚 我也觉得不好啦 是 这些都是可以提前知道的 那我如果跟这个人就不适合 这些东西我就磨合不来 那我就不需要再进行下一步 结婚也是一笔很大的花费 对啊 没有错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其实本身 我觉得小薰也讲到一个重点 真的是大家可以在犯错之前 就先好好想想看 要是如果说 真的是等到两个人真的很不合 就像我刚刚讲的 离婚还有很多的问题 真的不是只有你们两个的问题 可能两个家庭 甚至于婚后赚的钱 到底要归谁 比如说我们两个共同付房贷 那房子到底又要归谁呢 那有很多法律上的问题啊 然后一些产权的离心啊 甚至于有监护权的话 还有监护权的离心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当然就像小薰讲的 现在这个年代 离婚率真的也高啦 但是其实如果可以 当然是在婚前 我们就可以搞清楚这些状况的话 可能就可以避免离婚的这些状态 对这可能是我们今天讨论比较重要的一个印象 那接着要问一下阿道 因为阿道其实就是男性的代表 那你自己会认为说 你的长辈会就是同意你或反对你 婚前试车这件事情吗 应该是说他们不会建议也不会反对 特别是年轻人自己的意志 我自己本身的意志 我现在认为说两个人如果同居的话 基本上应该是 如果我是赞成同居 婚前试车 因为两个人同居的话 唯一就是你可以了解对方生活习惯 还有自己长时间两个人相处的时候 个性是否磨合 这个东西是在不是那种出去出门约会 这个东西就可以显现的出来 这个都是长期相处的方式 还有金钱的观念 这很重要真的 因为我本来是我自己一个人 我跟你出去吃饭 我很高兴的说这一顿饭我出 就是一顿饭而已 可是问题是我今天跟你住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一顿饭 而是一天三顿饭 搞不好一天有四顿饭 这时候两个人如果没有讲清楚说 我们两个出一笔钱一起供出来花用的话 很容易变成说 月初大家两个人吃得非常的好 月底两个人吃泡面 然后后面开始互相埋怨 为什么你花钱花那么多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其实在经济端的部分 因为现在真的很流行讨论这个AA制 对不对 其实AA制如果说 你在婚姻生活里面过度的AA制 两个人就说 这个月水电费350 我们一个人就是要除以二这样子 或者400块一个人就是要负担200块 然后我今天买了一个 比如说79块的东西 那那个0.5我这次出 下次那个0.5你出 诶这真的是算到这么细的话 确实两个人都在谈钱 就还蛮伤感情的 可是如果我们在同居生活 就发现另外一半会跟你蜘蛛比较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 是跟那个可以结婚的对象 对不对 我觉得是就是两方 只要你们两个人都可以接受 那就OK 那就OK 那如果是 你可以你这样做 但我不能接受 我们两个人 同时为了这件事情去做沟通 沟通到最后的结果 不尽理想 那你自己就要思考看看说 这个人是不是适合继续走下去 对 其实小薰讲的那也是蛮重要的 本来婚前试试的争议就是在这里啊 比如说我们真的两个人金钱习惯 我OK 我觉得AA制很好 就干脆以后就都AA制 反正这样子才不会有什么金钱的纠葛 你是你的 我是我的 大家就是各过各的也不错 可是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 像刚才他倒讲的 如果钱都我在出 对不对 出走了 经济负担也很大等等的 这个东西就会变成 也是一个考量 对不对 没错 所以其实两性之间在过渡的这个时期 尤其是在婚前 这个试测的一个过程 其实就是不管是在生活习惯啊 或者是一些用钱的金钱端的使用的态度上 都是一个很好观察的时刻 但刚才一开始提到的性 其实我觉得不能说 因为现在这个年代也不能说 把性这个东西排除在外 因为确实很多时候 你婚前如果没有去尝试 要是对方真的是 比如说讲直白一点 比如说布局呢 对不对 或者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呢 然后婚后才在吵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不太好啦 所以其实各方面的 不管是心灵的契合度 身体的契合度 然后包含生活观念的契合度 或许都是可以包含在里面 一起来考量的 嗯 没错 对 所以今天邀请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听起来 我们三个今天共同结论就是 婚前试车是OK的 不过当然也有一些前提性的条件 就像小薰讲的 如果只是单纯为了性行为 那那个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是为了更长远的未来来看 比如说为了结婚做准备的话 这件事情才会有他本身的意义 我们才会知道说 这个男生各方面来讲 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 嗯 所以在做最后一个 婚前试车这个决定 等于是在结婚前 最后的这个决定 其实相对来讲是蛮重要的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谨慎评估 也不是说 每一个男生或每一个女生 我都想同居看看 我都想要直接 就是做试婚的 试车的这个动作 其实我认为这个过程啊 其实真的也要审慎评估 因为有的时候 要到这个阶段 其实两个人的感情 或许应该有足够深厚 或者感情已经有基础了 也不要说 刚认识没有三个礼拜 就说我们同居好吗 这样 但或许很快就分手了 嗯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女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 啊 是 保护好自己 真的就是要做好安全措施 没错 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一再再的 跟大家呼吁 像我之前 访问子宫颈癌的那一集 也是告诉大家 安全性行为 是真的很重要 那当然今天也有 阿道这个代表 也要奉劝男性 也要好好保护你的另外一半哦 对 我也是呼吁大家 是 这也很重要啦 好了 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 谢谢